9.JQ系列长臂商标缝纫机的安装调试 1.安装 拆开包装箱,取出机器各部件和零件 将台面板反扣在铺上软屋的地板上 1.把电机以及控制箱紧固在台面板上 1.橡胶缓充电需要安放在台面板和电机间以减少震动 1.将测理框架固定在台面板上 1.安装机架横梁 1.后连接键和下连接键 1.上半 1.下半 2.下半 2.下半 3.下半 2.下半 翻转正立机架 调整底脚螺钉使台面水平 将机头装入台面板的槽内 安装三脚带 调整松紧度 装放线架 将电源插头插入电器的插座内 将光电感应器和电磁阀的插头插入控制箱的插座内 将气动系统调理组合固定在右侧立框架上 正用气管按标记相应连接起源 各机动器元件直至气缸 接上脚踏板和电机间的连杆 安装完毕 JQE型的调试 检查皮带轮悬向应为逆时针 若反转 应将插头拔出后 换向插入 即可改变为逆时针旋转 操作时绝对不可反转 机器调整好后 先用手盘动机头皮带盘 机器应运转自如 无阻止撞击现象 进行电动通运转 在确认运转正常后 即可穿选尽量统制 送布轮和压角的升降速度 上送布轮与下送布牙的同步 以及自动上针位 出厂时已经调好 用户无需重调 机头皮带轮转速可以在控制箱上调整 因为出厂时已经调好 一般也不需要调整 针距调整 通过改变送布轮和送布牙的布局来实现 送布轮布局的调整 在与皮带轮相连接的固定盘组件上 松开梯形螺钉上的螺母 逆时针旋转 调整螺钉 改变梯形滑块的天心位置 实现送布轮的布局增大 达到针距要求后 紧固螺母即可 反之易燃 下送布牙布局的调整 是通过机头正面右侧的调节螺钉来调整的 调整针距时 应保持送布轮与下送布牙同步 摆针宽度的调整 由针距调节螺钉左边的调节螺钉进行 系动和电气控制 采用同一踏板 脚踏板控制送布轮 压角升降和缝纫动作 本机出厂前 各部分军精调试用户一般 只需要正确安装连接即可时机 不需要重新调整 安装调试前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该系列其他型号机器的调整 参照进行 具体请参看使用说明书 其他型号机器的GQ系列 reference to GQi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ad attached operation manual